政府的带头推动让传统文化得以发扬 在艺术方面同样也是相当重视 在各大艺文中心定期推动艺术家各展 毕业于东海大学美术系研究所的油画家王群 最近在葫芦敦文化中心举办个人创作展 展出梦笔生花系列 20件的作品以西化的创作技巧展现超现实 同时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 希望邀请民众透过油画来探寻心灵轨迹 包括鱼还有茶花蝴蝶或者是飞蛾 指着画作介绍作品当中细腻的笔触 以及所要传达的情感 他是油画家王群 毕业于东海大学美术系研究所 而最近在风云湖敦画中心展出 以春华秋时为题的梦笔生花系列作品 呈现超现实主义的梦境 画是以超现实的方式去呈现 那以油画当为我 就是作为绘画的素材 那么结合了古典油画技法 跟就是直接的技法去融合 那这一档的绘画 因为我是以绘画创作来讲 我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 那么这一档主要二十几张的作品 几乎都是在梦笔生花这个系列里面 那是以茶花当作这个绘画系列中的一个主要的意象 王群表示 展出的这二十件的作品都是在这两年间的创作 每一幅画作都是以茶花为意象 结合彩蝶飞舞跟鱼群悠游 以细化的创作方式来展现浓厚的东方韵味 用油画的颜料画素描的方式 最后再染色 所以在我的画里面 你会觉得说 这个色彩为什么都很朦胧 一层一层 对这个就是染色 我会照染 就是当我把一个东西处理好之后 我会用薄薄的颜色加油料 然后会去一层一层的染 所以在这张画里面你觉得说 看起来它没有很厚 它不是油料的堆积的厚度 它是色彩的那一种厚度 就是层次的厚度 画作虚实交印 呈现的是作者当下内心的深刻感受 整体画面也呈现出诗意跟宁静 展出时间的二十号 也希望民众透过它的油画来探索心灵感受 记者李济阳台中采访不到 至少 二十号